推销员恰好目睹了这一现象 他马上用手机拍下了现场视频 七彩祥云在空中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 他说他当时刚好打算前往景区看风景 一抬头看到这美丽的云 他看到云彩的时候 发现它一直没有移动 于是拍了下来 据悉他不是唯一看到这一现象的人 附近一家餐馆的顾客发现以后 纷纷出来欣赏七彩祥云 七彩祥云也就是彩虹云 气象专家解释道 它是由云团里的小冰晶 散射阳光形成的自然现象 通过在云形成的时候发生 它的颜色也会随着云的变化而变化 彩虹云非常罕见 因为其颜色绚丽 曾经有人把它当作UFO 2011年一名俄罗斯科学家 在珠穆朗玛峰上空 拍摄到了彩虹云的美丽景象